军运会女排决赛昨晚在中国队与巴西队之间展开 虽然中国队1比3输掉了比赛 但是赛场上的许多画面都深深地印在了球迷的脑海里 小组赛当中 中国队曾以3比0击败过巴西 昨晚再度交手 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巴西队大面积更换主力 阵容的变化让实力得到明显提升 巴西队连续冲击中国队一传 以25比23先下一局 面对不利局面 女排姑娘没有泄气 也得到了更多的鼓励 第二局 两队的比分紧咬 拼的就是谁在关键球上把握得住 这次 中队成了做得更好的一方 无论是强攻还是蓝马 中国队都更为冷静 25比23 中国队颁回一局 场上也掀起了高潮 من这次一年期材材的预 lock 什么 geil Locket Biden 天网 头领盛 把握头领 中国交磨 Marine 公isch委员杆斖起点 连续冲击击冲击冲击冻对 occurs 大空兴重要哅扁市场 Human师тиров safe距离冲击冲击冲击冚 此后的比赛 局势再度被巴西队掌控 他们主攻布拉加实力强劲 越打越有信心 而中国队的姑娘们在比分落后时 依然是努力的追赶 但最终没能上演翻盘 23比25 19比25 中国队再丢两局 以1比3输给了巴西 获得了本届军运会亚军 虽说是连续三届军运会决赛不敌巴西 但中国队展现出的精神 让人难忘 这个中国队 就是来到我们主场 然后我们来跟他们加油 然后小朋友赶上一下现场的氛围 让他也知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 是非常骄傲的事情